欢迎收看小春电影 这次分享的是用iPhone7拍摄的恐怖片 失心病狂 克莱尔是一个刚踏入职场的菜鸟 在银行担任数据飞机员 每天要应付刁钻不讲理的客户 时间一长 他的情绪变得焦躁抑郁 自个完全没法应付 对此 克莱尔会使用交友软件 找个外貌不错的小伙子 采用一夜勤的方式为自己解压 正当两人准备宽衣解带时 克莱尔突然发疯一样 把对方推了出去 他慌忙跑进洗手间 找到柜子里的镇定器 才慢慢平静下来 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克莱尔远离家乡 孤身一人在外打拼 都是为了躲避一个叫大卫的男人 对方长期跟踪和骚扰女孩的生活 导致克莱尔经常出现幻觉 刚才在亲热时 因为把小伙的脸看成了大卫的脸 才会做出如此诧异的举动 至于跟踪狂是否真的存在 还是只是自己的幻觉 他一时也拿捏不准 而糟糕的心理状态 根本没法开始新生活 于是 克莱尔找到当地的精神病院 决定做一个心理咨询 殊不知 他踏进医院的那一刻起 恶运皆重而至 克莱尔告诉医生 有个男人一直跟踪自己 他出销邮箱 换了手机 背紧铃箱 甚至还产生了自杀倾向 但都毫无效果 在互动问答后 克莱尔感觉不错 便和医生约定下周继续 还顺手提了一份调查表格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还要听一些所谓的样板文件 对方特别叮嘱克莱尔 还需完成几道步骤 随后 护士把他带到小房间 没收了包包和手机 要求脱去衣服 接受检查 直到莫名其妙 换上币号符 克莱尔才反应过来 刚才签字的文件 是住院同意书 也就是说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因为那人去自杀倾向 医院把他当成了疯的对待 愿对护士恶劣的态度 克莱尔不得不假装服从 起先 克莱尔不以为然 马上拿电话报了警 可哪里知道 这家医院的精神病人 每周要打二十多个电话给警察 对方听了以后 根本不到回事 更惨的是 他被分配到一个 男女混合的大同步房间 隔壁床铺是个叫 极尽的精神病人 不但满口脏话 羞辱克莱尔 还亮出腰间自治的钢片危险 说到了半夜 就会替光他的毛发 直到碰到 也是误入精神病院的黑人小哥 克莱尔才知道 这里是一个聘保中心 因为保险公司 会支付七天的医疗费 所以治疗时间 也就只有一周 只要服从管理 乖乖听话 每个人都能顺利出院 克莱尔相信了他的话 到了晚上 精神病人要按时服药 轮到克莱尔时 他一眼就认出了药剂师乔治 就是困扰自己多年的跟踪狂 大卫 克莱尔的情绪开始失控 愤怒指责大卫的卑鄙行为 整个人表现得歇斯底里 而工作人员 自然不会相信 精神病人的话 结果克莱尔不仅被注射镇定剂 手脚还被皮带犒牢 死死地绑在病床上 巧合的是 他无意间发现 对面的黑人小哥 竟然藏在被窝中打电话 第三天 克莱尔色诱黑人小哥成功 从而允许使用手机五分钟 于是他赶紧给波士顿的母亲打了电话 简明恶要地说了被人跟踪 被软禁医院的事 当克莱尔母亲赶到时 主任则表示 医院绝对是正规机构 同时说明了 克莱尔的病情有点严重 还拿出对方 亲手签署的住院文件 克莱尔母亲当然不信这一套 他不断难安慰女儿 说自己住在隔壁的小旅馆 尽快会找警察和律师 想尽一切办法救她出去 等到克莱尔母亲求助后 才发现事情棘手得很 警察和律师对于 自愿签署的协议无可奈何 除非证明这家医院有问题 否则克莱尔只能带上七天 让克莱尔母亲始料未及的是 跟踪狂大卫 假扮电器维修工 敲开了他居住旅馆的大门 剧情发生到此 导演揭晓了疑团 证明克莱尔并没有往小镇 可跟踪狂和克莱尔 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原来 克莱尔之前是义工 经常给老人读读报纸 而照顾对象这是大卫的父亲 从此 大卫在各种场合 开始骚扰克莱尔 比如 家里会出现蓝色的裙子 办公室会收到红玫瑰 以及喋喋不休的短席和电话 然而两人的谈话内容 全被大卫目睹 黑人小哥没有熬到出院 就被大卫 绑架到废弃的治疗室 悄行注射了大量的马飞 之后又惨遭大功率的电击棒 造成吸毒过量致死的假象 要命的是 医院发生了黑人小哥的尸体 大卫只是相互保密 根本没人怀疑是大卫 而黑人小哥有本日记本 上面记录了医院的所有真相 也被主任偷偷地藏了起来 让克莱尔感到绝望的是 母亲说好的事情没了下文 黑人小哥又突然消失 大卫还瞒着工作人员 把他关在地下的暗房 原来相比其他精神病院 这里的管理松懈 员工极其不专业 只要很吃苦耐劳 任何人都可以当药剂师 而大卫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 对于克莱尔来说 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不永远囚禁地下室 要不跟大卫一起生活 当听说医院后门长期开着时 克莱尔假装屈服 并提出了一个条件 只要大卫当着自己的面 和病友吉吉发生关系 那他就接受这份爱 没想到 大卫真的把吉吉带到了下面 两人要做出猥亵行为时 克莱尔假意安抚吉吉的情绪 偷偷从他腰里摸出了 一把自治刚刃 一刀戳中大卫的脖子 然后打开门一路狂奔 经过来回摸索 总算逃出了医院大门 万万想不到 事情还没结束 大卫只是受了点轻伤 早在后门等着女孩 等到克莱尔醒来之际 发现自己被关在汽车后备箱 旁边还是母亲的尸体 靠着母亲胸前的十字架 他撬开了后备箱 顺利逃到了外面的树林中 这时候 警察包围了这家精神病院 原来 黑人小哥是个卧底太原 连路员多人联系不到他 就向政府申请了搜查令 最终在主任的办公室 找到了黑人小哥的日记本 到此 医院骗保的黑幕 才得以曝光 另一边 还没逃多久 克莱尔的体力不知 被大卫三两步追上 为了防止再次逃跑 大卫还用锥子 烧了他的腿 就在尸子关头 剧情再次逆转 克莱尔装晕成功 一个起身 把大卫压在身下 用母亲胸前的十字架 火深深地割开了他的喉咙 彻底终结了对方的性命 简单来说 克莱尔的确患有幻想症 医院也存在黑幕 跟踪狂也是真实存在 三条线同时交纱拍摄 让整部电影 充满了悬疑和惊喜 那最后也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正常人 如何逃出寄生病院呢 换作是你的话 又会怎样做呢 希望在下方的评论区 看到你的答案 观看点解说 关注小春电影 我是小麦 我们下期再会